有好桃花 好人緣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 我們很多女生都喜歡戴這些 水晶 佛珠這些的 那你就可以去挑像我這種的 這個我都戴很久了 去挑這種星光粉晶 一般人都是挑那種粉晶 粉晶是霧的 這種是比較少找不到的 你那個比較亮啊 你們看它像燈花會發光 會透光 我這個就是霧的 這個是 這個是粉的 我的一般的 這個是星光粉晶 你看有差 擺在一起有差那個透亮度 它是會發亮的 找這種星光粉晶然後最好是 裡面還有刻這種用那種 珊瑚刻玫瑰花的這代表桃花 然後這裡還有一顆心 這有一個愛心 然後這個是去找這種的 如果可以的話去找這種 然後108顆 為什麼要108顆它就是你每天念的時候 就可以去除我們108個障礙 這個你戴在手上的話 你最好是給加持 如果沒有加持的話 很多人過年都會去寺廟 或者是你去那個月老廟 去過個香爐這樣 那最好是有法師加持過是最好的 然後你每一天念 像念這個的念的話 我們如果在藏傳的話 可以念那個 或是 都會招得好桃花好人員 那如果說你不會念這些的話 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說 我們除了每天念以外 我們在2021年的這個 我們的桃花位是在南方 我們除了自己每天念 增加持長以外 那我們今年也可以在我們的南方 把你的房間 現在很多人住小套房或什麼 把你的房間或者是客廳 你把它弄成九個工位 你找出你南方在哪裡 在你的南方去擦這個花 鮮花 紅色的鮮花 這個地方呢 你想要求桃花 就是要讓它明亮一點 乾淨一點 然後擦紅色的花 像那種香水百合去買那種 含苞的 它就可以擦七天 然後再換這樣就好 那如果家裡有那種香氛 或什麼 也可以在這個地方擺下去 因為我們獲得好名氣的時候 你也會比較容易挑到對的桃花 然後再來就是九號了 九號是不是提供心 千公升 你想要求桃花的時候 我們可以買花去供佛 會讓我們生得好人緣 所以桃花也可以拜 可以拜提供 當然啊 你去拜任何的 比如說你們家中的 家中有佛堂的話 你也可以拜 那平常初一十五 什麼都可以拜 你也可以天天買花供佛 然後在你的房間 那個房間的南方也放花 祈求菩薩的加持 讓你能夠獲得好人緣 那一定要念經 念經才不會挑錯對象 這是很重要的